第六十屆金馬獎 昨天晚間在國父紀念館舉行 年僅十二歲的演員林品彤 是以小嫂拿下了本屆影后 而吳康仁首次入圍 就以富都青年奪下了影帝 終身成就獎 則是由導演陳坤厚 以及永遠的巨星林青霞獲得 二十二位不同世代的影帝 影后夢幻合作 盛大揭開今年金馬獎的序幕 吳康仁以馬來西亞電影 富都青年首都叩關金馬 就一舉登上了影帝寶座 慢慢地感受自己的重量 慢慢地收 慢慢地感受到 每個階段的自己的不同 那我想我下個階段會更好 前年以美國女孩出世提升的林品彤 這回以電影小小 诠釋過動陣兒童的細膩細節 自然到位 以十二歲年紀 成為金馬史上最年輕的影后 我想跟他還有跟小小 一樣特別的人說 繼續加油 保持善良 那事情會越來越好的 獲得本界金馬 終身成就獎有兩位 一位是資深攝影 導演陳坤厚 另一位是評審團主席 李安口中 永遠的巨星林青霞 十九歲以琼瑶的電影 窗外走紅 從影二十多年 拍了上百部戲 今年六十九歲的他 仍舊是電影界的傳奇 我從千里之外歸來 在生我養我的地方 獲得電影界最高榮譽 終身成就獎 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常的重大 本界亮點之一 就是金馬獎六十年來 第一位女性攝影獎得主 由電影《真心的一天》 余靖平獲得 向大眾深深鞠躬後 沒有致辭就率性轉身下台 這個亮點也向見證這六十年來 金馬獎包容多元 不限地區 不限主題 不限性別和年齡 努力不受外力干涉 奔騰一甲子 繼續引領華語電影圈 邁向時代每個重要階段 記者朱峰之劉璇綜合報導